视频中不小心把车开放的哥哥叫团团 他非常聪明等事 爷爷生病感冒了 他会去商店买感冒药回来给爷爷 他也喜欢做人为乐 在外面看见残疾小哥哥卖菜收到假币 很伤心 会去捡瓶子卖了 帮助小哥哥解决问题 在路上看见小姐姐扭伤了脚 会开车上去送小姐姐回去 有一天家里刮大风把妈妈的东西打翻了 团团上去捡起 却被妈妈误会是团团打翻的 被妈妈赶出了家门 团团一个人躲在草地伤心的哭泣 这么聪明懂事的团团 你会喜欢吗 喜欢记得收藏和转发哦